例如說它是什麼意思呢? 就是說有個人去將那份地切開五份 那它是要適合哪一個人的例呢? 就是要適合加州州政府的例 但是如果一個人去將那塊地切開兩份而已 兩份的喔 就是少於五份 那它呢就是要適合這個叫做 sub divided 不是 act act 那所以呢 如果一個人去將那塊地切開五份 它呢是要 有兩條例是要適合的 第一就是要適合加州州政府 第二就是city的 因為map app 是city的 和county level 的 這個呢就是州政府的 那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它那些multiple choice是這樣問的 它說A.Landlock B.map app 好了我問了喔 有一個問題 有個人 他將那塊地切開五份 五份 它要適合哪個? inlo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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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我好像很直接很簡單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我只要將它summarize 了